主委 請尊主委 我們李委員是上來支持同胞的 我剛剛在台下聽 其實同胞大概是我20年前 20年前我負責大概那時候在外資企業 那時候我就負責三個案子 整個同胞都是我一手在規劃 所以那時候講真的 台灣那時候的整個的一個工程界 那時候坦白來講落差很大 那時候在做整個我們講Lansom 從設計到施工到規劃 整個一手承籃的時候 那時候也引進很多新的工法 因為他有很多的挑戰可以做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都來參觀 那其實同胞的好處就是 可是他有一個最最重要的基本要素就是 你本身要夠強 你本身一定要夠強 你要會懂得設計 然後設計裡面你如何從裡面製造出好的品質出來 然後去符合客戶的要求 這是同胞的最基本的精神 然後又讓客戶不去花到超額的他該花的錢 這些等於是同胞的四大精神 這就是智慧啊 專業 這就是四大精神 所以那時候 往往就是說在整個設計裡面 如何再來改變我們講的Change Design 然後可是又不會影響到結構 不去影響到客戶的需求 這個就是同胞的基本精神 可是我憑你和你講喔 這二十年來喔 我雖然就是說後來進入了立法院以後 跟工程界有點脫節喔 可是我還是有在觀察喔 我憑你和你講台灣的工程界喔 你說有進步到哪裡喔 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這個我憑你和你講 我完全同意 因為台灣的市場喔 就是這麼樣子的一個市場 那可是你要成立到一個 能夠有同胞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公司出來的話喔 我們現在的台灣裡面 真正可以排得出來的 幾乎是少之又少 剛開始最早的時候 農工處還算可以 可是後來農工處開始漸漸凋零了以後 我現在幾乎都不行了 那民間企業裡面來講 真正拿得上檯面的 也聊一聊 沒有幾家啦 我們平常去講 那 我打個比方就好 以前我待的那一家公司喔 光設計喔 設計部門 設計部門的話大概是 將近有一千多人 設計部門就有一千多人 整個公司員工加起來 超過上萬人 然後設計研發 喔 就他本身他有設計 他有研發 然後他還有在施工 然後監管 那這一些等於就是一系列的 這個 有這個能力你才有辦法 去這個同胞嗎 那你今天我們的營造廠 當然我們的主委的理想非常好 可是我現在擔心的喔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部分 真正我們台灣的 變成他必須要去結合 他必須要去結合建築師 他必須要去結合設備的這些廠商 必須要去結合成一個team 來做同胞 那這個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就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們公司不是同一個 所以他創造出來的利潤的話 就見仁見智的 每個組合 因為他是幾個組合組合起來 而不是一個公司裡面他的一個架構 對 公司一個裡面架構 他給我一個指令嘛 反正你這個同胞你去做 你就想辦法costal給我控制好 你就讓公司該有的創造利潤10% 你給我控制好就好 其他你自由發揮 這個就是一個pockage的一個 可是當你是這樣結合的時候 那就很難 這個難得有這樣子 可以恰好剛剛聽到盧委員在提這個 讓我感觸很多 然後跟主委這邊分享一下 參考一下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精神很好 可是如何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說 當初高鐵在興建的時候 一些大型工程在興建的時候 我們沒有政府那時候 沒有好好的去栽培出一個 能夠跟國際接軌的 我們該有的大型的營造廠 這個就是我們真的是 喪失了很多的機會 就像您剛剛講到的 韓國30年前來學我們 可是現在韓國的工程超越我們多少 另外它大型營造廠比我們大多少 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就是問題的所在 那你現在 我們看到現在 比方說機場接運就好 你叫一個頑紅來 那他只是一個 簡單來講只是一個blocker而已 然後他還是去整合出來 結果現在造出來的東西 也是問題一大堆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問題 所以統胞的精神是絕對百分之百 非常好的一個精神 可是相對的就是說 我們如何再從這裡面 台灣的這些廠商 這些營造廠 如何去建構出他們 有這個能力來做這個事情 對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要去 去去好好的 去去了解的問題 好主委 我跟李委員報告一下 的確這個統胞商一定要有一定的規模 但是老實講 國內現在能夠做統胞 因為我們一年還一百多件 其實也越來越多 民間的工程 大部分都是用統胞的 大家也清楚這些高樓 我們台灣做高科技廠房 老實講 也在世界也算一流 那都是用統胞 像互助阿大陸等等 他們根本整個廠房就是他去做啦 然後六個月 這個三個月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就是統胞 你用傳統的方式 再搞個兩年三年 你也做不起來 其實我們的101某一個程度 也是像類似這樣的狀況 那民間很多這個機制可以做 政府其實也代表我們的廠商 101他是日系的啦 他是華雄去做的 對對對 這個喔 這個我都 反正 我的意思是說 我同意 有的規模 我們工程規模 有的也沒有那麼大 所以有的同胞可以做 另外就是用JV 你至少要啟動要鼓勵 不然台灣沒有培養這個人力 我都同意主委啦 其實我也很努力 想要讓這個區塊能夠成熟 其實我也很贊成 那有時候就是 我有時候有感而發的就是 我們台灣的營造廠 真的跟國際的營造廠 落差太大了 對 你剛剛講的 兩家本土的 你說互助也好 大陸也好 在台灣的話或許 排在前面 還是差一截 可是跟人家比 落差還是很大 這個我們平常講 大陸工程以前 怎麼辦 大陸工程以前在做 比較難度比較高的 都要來找我們JV 是啊 要提供我們的提供技術給他 對 其實我這些廠商我都很熟 是 不過我平常講已經脫節十幾年了 脫節十幾年了 那這個過程裡面是怎麼樣 我是不知道 或許他們成長很多也不一定 有進步 或許成長很多也不一定 不過還是 平常講 真的還是有一定程度 那這個就好 這個就回過頭來 就是主委你的理想很好 然後你的看法也都很對 那現在就是 就成如您所提到的 嗯 那我們現在這一代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現在要一差為三 三個部門 是 那未來這個整個政府組織在到裡面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功能 幾乎都分散掉 嗯 那從你的報告裡面 也可以看得出你的無奈 是 那從這裡就是等於就是說 那我們未來的維持 我們的公共工程的品質 然後如何來監督我們公共工程的品質 那未來的話 坦白來講 你究竟要落在什麼部位 你建設交通部 還是國發會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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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財政部 等於就是分散開來了 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 也是我們非常隱憂的部分 我憑良心講 對 你包括你的初餐 嗯 現在我們看到你 初餐 要一千多億 然後整個可以提升我們的 整個的GDP的部分 這個對我們未來的國家經濟發展 其實也是扮演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GDP如何來保益 從初三這邊 如果一千兩百億可以完全搞定的話 你覺得百分之一一定沒問題啊 對不對 從這裡就是我們看到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就是 未來公共工程整個打散了以後 那它的基本精神 長期以來 我們為什麼以前要公共工程委員會 它的精神在哪裡 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那你現在打散了以後 它未來的整個公共工程的這個精神 如何去延續下去 我想主委 你有提到這個應該是在 行政院 你現在還有一個身份 應該也是政府委員 是 所以在政府委員裡面 應該就是好好的把這個 這個聲音喔 該講的還是要把它講出來 是 因為 我記得那時候大概在八年前吧 不是八年前 大概五年前吧 四五年前吧 政府組織家庭開始擬定的時候 我就 我就裡面提出我的看法 是 我平常講可以延這麼久喔 我那時候講的聲音還是有一定的 我記得那時候 江一花還在做行政院副院長 公共工程 不是啊 不是 他研考會主委的 是 那時候開始擬定出來的 政府組織家庭 我就覺得一團亂 完全沒有得到我們 該有的政府組織再造的精髓在 對 那你現在整個 整個現在的部會 就好像我們講的喔 其實這個延續要跟立法院一樣 當初立委減半 我就覺得就不對 政府組織再造是要走在前面 立委是監督立法院 不然行政院的 行政院的組織 一個架構 改變了以後 才需要多少立委 來監督行政院 立委才修正他的人數 可是我們是本末倒是民粹治國 先把你砍一半再說 那砍了一半的時候 你行政院再來調整他的組織 可是他調整組織 也不是針對你立委改辦的 這個只是一個閒紮化 所以在我們公共工程裡面喔 未來的一個方向 我想主委 您身為簡單來講 就是末代主委 那或許你 以你在工程界喔 其實你也是備份也夠喔 你也應該好好的在這個時候 該講的還是要把它講出來 我覺得支持你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委員 你的方向喔 其實以前就很清楚 交通及建設部 在日本就是建設部嘛 它全部整合在那邊 工程界的一個窗口就是在那邊 對啊沒錯啊 而且非常有效能的啦 那 我們其實過去這五六個月喔 再調整 包括江衛政部長 他以前就是同意的想法 結果後來怎麼調整出來 變了 變成交通建設部 而且整個其他公共工程 建設部分不見了 跑到財政部去 他們根本不懂工程 那國發會 它其實是上位的計畫的審議 沒錯沒錯 品質管理的部分 還是要照建設的部門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在努力 感謝委員的支持 還有一個喔 我針對一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現在日前通過 第四波入資來投資 公共建設的鬆綁案 這一點我也是一個讓你參考 我們現在目前公共建設 就是從42項增為46項 那相對的喔 就是讓我有一個感受 就像剛剛提到 你所提到的統報一樣 今天我們鬆綁讓入資 來投資我們的 興建我們的公共工程 那我記得 對岸 其實它也一定程度的 相對比 它也開放讓我們過去嘛 對 那這個就是等於是 就是要對等 對 就像你講的 我們其實台灣 有些一定程度的 這一些的營造場 其實他們能力一定 去對岸的話 是綽綽有餘啦 就是綽綽有餘 那這個就是等於是 我們讓人家來的話 對岸也要讓我們過去 對 這個才是對等 對 所以在這個 這個 這個的應該是主委 在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說 不能是一昧的 只看對岸來我們這邊 對 相對的我們也要要求 特別是您 在這個程度上 在針對陸委會 在針對這個 在談判的部分 嗯 更應該要謹慎的 讓我們這邊 能夠過去 對 然後從這邊我們可以過去 那邊市場夠大 對 那個市場夠大的話 自然而然我們的營造場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橋梁過去的話 它就可以壯大 是 藉由這個橋梁壯大了以後 它就可以跟國際接軌 就可以走出去 就可以成立一個真正 所謂我們要的 所謂的大型的營造場 是 好不好 好